苗栗縣的竹南國小 雖然位於閩南人比較多的地區 但校方還是會進行多元的鄉土語言教學 今年還推判二年級學生 參加全國客家的藝文競賽 奪得冠軍締造了五連八的佳績 跟著音樂舞動身體 整齊畫意的動作 配上精心製作的道具 苗栗縣竹南國小 二年級學生參加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賽 用生動的表演奪得評審青睞 讓竹南國小獲得五連八 在於他的唱法的不同之外 動作的詮釋也不太一樣 動作我們是盡量能夠跟著音律 在中我們的月亮是會移動的 然後把那個情境用視覺來呈現出來 高獲得冠軍的學生 16號在校內重現舞劇 劉昌的歌舞表演 生動演出抓影火蟲 以及在月下聽故事的劇情 讓孩子們去感受一下 那個客家庄的名氣 所以我們用這三首歌來唱 其實竹南國小的位置是在閩南庄 參賽學生只有三分之一是客家人 因此校方用表演訓練 推廣多元的鄉土語言教學 更能提升孩子對客語的濃厚興趣 也要把張玉珍 明天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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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